李治随,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,第三篇,1965年至1976年,70,1970年初,一组内流言蜚语,盛传毛的一位女基药员和毛的某位随缘过于接近,汪觉得这影响不好,汪的私生活毫无可疑之处,他对他妻子非常忠心。 因此他无法了解毛哪来那么大的劲,毛既然是个特异人物,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来看待毛,但他对一组的人则是一丝不苟。 4月在杭州时,汪要我开个会,批评两人,我认为这件事办不得,我喜欢那位女基药员,她是个天真淳朴的女孩子。 我并不相信那些指控,她和那位随缘只是说笑闲聊罢了,而且,开会批评尽管是好意,但受批评的人,心里一定不满意。 传到毛那里,毛会认为这是指桑骂怀,因为毛本身就有这个毛病。 汪不以为然,说我胆子太小,顶多惹得毛不高兴了。 不在这里干工作,还可以到别处去干。 她是我的领导,我只好奉命了开了会。 事情果如所料。 尽管语言和缓,但是批评总使人不舒服。 女基药员非常不高兴。 于是联合了张玉凤。 到毛那里去告状,我不知道他们告些什么。 但不久,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错。 几天后在从杭州回北京的专列上,毛找我谈了一次。 毛说, 你太蠢了,不该你管的事,你要管。 我看你还是缺少锻炼。 回北京后,你组织一个医疗队。 到农村搞搞寻回医疗。 多接触社会,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。 会好一些。 我决定去黑龙江。 现在那里的人正忙着挖深洞的备战工作。 我可以观察一下当地备战的实际情况。 能去黑龙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。 虽然有毛的保护,我在北京的情况仍岌岌可危。 这段期间,我往的卫生部宿舍内, 给部长和副部长开车的司机在1969年也造反了。 他们切断了水源和暖气。 这样,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。 卫生部内另一派抢得了会计式的钥匙。 凡是取工资的人,就得加入这一派。 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,保持中立。 我同毛讲了我的困境。 毛让我转告汪东兴。 将我和吴旭军的人事关系全部转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。 宿舍也搬到位于西单附近的中央办公厅宿舍内。 结果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 武器干校成立后不久。 闲的机关全部搬到黑龙江省离中苏边界不远的赵远县农村中。 我只好请一位老保姆照顾两个儿子。 闲不但体力劳累,还得不断承受精神上的打击。 他每天从早到晚,要在农田里和年轻的壮年男子一样的耕田劳动。 晚上还要参加思想批判会。 会上有些人的发言总是旁敲侧击。 提出他的政治历史有大问题。 我们都知道,只因为我仍在茅处工作,所以才没有将他的名字点出来。 可上这种精神上的折磨,真让人受不了。 所以如果我去黑龙江,我可以去看看咸,顺便安慰他。 就算我的医疗队住在不同的地方,总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。 只要远离北京的政治紧张,我们总能找到法子见面。 我这次去黑龙江是带着被流发的心情的。 牡丹江市向南大约一百多公里是宁安县。 满清时代叫做宁古塔,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。 因此我选择了宁安作为我寻回医疗的地点。 汪原本不想让我去。 汪说,这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。 现在北京医院没有恢复秩序。 主席有了病,没有地方可以住院。 我们已经将养风家道的高级俱乐部,位于中南海外北海附近,接收了。 正在这里组建一个医院。 名字叫解放军305医院。 这是专者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准备的。 已经同意任命你,指我,魏院长。 但我仍为下放黑龙江仪是怪汪。 汪一定要我开会,导致我的下放。 毛已对我日渐失去信任。 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击我。 何觉得自己其实是个替罪羔羊。 汪东兴跟林彪走得太近。 没有注意到毛对他两人都有了戒心。 我多次告诉汪。 毛对林的敌意时,汪总是吃之以鼻。 这次我确定毛是拿我来代替整汪。 我从北京医院抽了一位内科医生猴。 一位妇产科度。 从305医院抽了一位外科医生牛。 一位手术士护士小少。 警卫团派了一位大队证伟章。 加上我和卫生员小李。 一共7个人。 戴上器材药品。 6月29日乘北京到哈尔滨的直达快车出发。